好,同學來看一下這個題目,他說光電效應實驗中使用的金屬把至少需要兩電子伏特以上的能量,才能激發光電子,OK,同學,第一個要會認的是這個EV,叫電子伏特,OK,叫電子伏特,這是一個能量單位,這是一個能量單位,正常的考試啊,應該都不會叫你背啦, 所以如果你怕學校要你背的話,那你就偷偷問一下老師,到底要不要背這個單位,這個單位呢,叫一個電子伏特,大概是1.6乘以10的負值有字房交二,正常考試都會這樣給你啦,除非學校有要求你要背,所以偷偷問一下老師到底要不要背吧,OK,好,所以你要知道這個東西象徵什麼E,這個兩電子伏特,象徵它的公函數,對吧,至少需要多少能量,這叫公函數, OK,所以,那我們可以偷偷算一下喔,因為至少需要兩電子伏特能量,才可以激發光電子嘛,對不對,剛好他有給我公式,那一樣,這個公式啊,正常來說也都可以不用背,你可以偷偷問一下,學老師到底要背它,行吧,所以來我們把,他給我的數據帶進去喔,能量呢,叫兩電子伏特,我就寫2, 來等於1240,除以波長,叫浪達,一算呢,發現浪達呢,叫做多少,叫做620,好,620,OK,要小心喔,他單位規定要奈米,所以我算出來單位就是620奈米, 欸,同學什麼意思,620奈米是公函數對應的波長,就620奈米,換句話說,換句話說,你的波長,必須小於620,才會激發光電子,欸,有沒有聽懂, 波長,需小於620奈米,才會激發光電子,因為波長短,代表頻率會比較大,OK,波長短,代表頻率大,頻率大呢,就象徵光的能量強,喔,所以,波長越短,那是越棒的,知道嗎,所以波長要小於620奈米,才可以激發光電子,好, 這是我們從這裡得出的結論,OK嗎,那我們就往下看題目囉,我們就往下看題目囉,來,剛好題目有給我一個表格,就我們剛才所算的,這個是他的波長,對吧,只要超過620,都不會有光電子,所以超過620,我們就先做個記號,來,紅光叉叉,紅光叉叉,來,紫光小於620,紫外線小於620,所以1234,都可以激發光電子,那他又給我另外一個資訊,在左邊這裡,OK,叫什麼, 叫強度,OK,叫強度,同學,你現在學到這裡,要了解什麼叫強度,我們如果看到這燈泡,我們說他強度很高,是什麼意思呢,是指說這燈泡非常的亮,微觀角度來看呢,他的強度象徵什麼,象徵,他射出了光子數目到底多少,OK,每秒射出了光子數目到底多少, 叫光強度,OK嗎,所以,最後這一項,叫入射光波長嘛,象徵光子能給他能量到底有多少,前面這一項,叫入射光強度,象徵他一秒鐘,可以射出多少光子,這樣會不會,所以我們來看A選項喔, 入射光波長小於620奈米,則可以產生光電子,對吧,誒,這應該是沒問題喔,我們A勾起來,我們再看B選項喔,以實驗中無法產生光電子,是因為強度弱嗎,應該不是,會不會產生光電子,跟光子給電子呢,有關係,光子給電子呢,如果夠多,電子就可以脫離原子的束縛離開,所以跟強度完全沒關係, 因為強度是一秒鐘射出多少電子嘛,你即便射出再多電子,單顆光子能量不夠,電子吸收起來之後呢,他能量不夠就不會離開了,所以其實呢,這一題呢,跟強度沒有什麼關聯性,所以B選項,不要去選喔,不要去選喔,我們再看下一個選項,來,C選項,丙實驗中的光電子的最大動能,大於丁實驗中光電子最大動能,誒,同學,你要問看,最大動能跟什麼有關係,因為光子會有關係, 會給電子能量,也就是說,光子的能量越強大,電子得到能量就會越多,OK嗎,那能量呢,應該是跟波長有關係,所以題目要比較丙跟丁,發現波長都一樣,所以這一題應該是等於啊,OK嗎,等於啊,我們再看諸選項,產生光電子的數目,大於幾十元產生的光電子數目,來看到數目,數目跟什麼有關,跟強度有關係, 因為強度呢,是一秒鐘射出多少光子,一秒鐘射出多少光子,那同時呢,一秒鐘就能激發多少的電子,對吧,應該是正比的關係,光子越多,跑出來電子越多,所以我們就比強度就好,這一題要比物跟幾,我們就來看物跟幾,一個5,一個1,所以諸選項呢,應該是OK的,OK,大於嘛,我們再看最後一個選項,好,物實驗中,電子的最大動能跟丁的最大動能, 比較,OK,來,又回到最大動能,應該就比波長就好,題目呢,這一題是比物跟丁,然後我們來看物,物是300奈米,然後丁呢,是400奈米,300奈米顯然是波長比較短,所以能量會比較大,能量大的話,電子最大動能也會比較大,所以物應該是大於丁,應該沒問題,OK,所以1也是對的,這一題要選的話,選誰,應該很明顯,對不對,A, 這樣子同學,會做了嗎?